静静的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 多少次奇妙的恩典 领导平凡不配的我 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我们常会看到或听到很多真实的见证 里面充满了主恩的甘甜 只是不管多么美好的见证 始终都是别人的经历 和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是不同的 所以想要品尝主恩的滋味 只有每个人亲身去经历主 记得有位姊妹在分享中说 我不懂得该怎样用语言去形容 但是我知道这些年 在自己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对我而言这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些亲身经历不断地印证了主的真实和美好 也一步一步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主恩的滋味 感受到被爱的幸福 感受到被爱的幸福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信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 多少次奇妙的恩典 零到平凡不配的我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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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现在眼前 我虽不能靠着脚弹 胜过软弱 胜过失恋 心心的根 越炸越深 越炸越深 心靠越久 越炸甘甜 我虽不能靠着脚弹 我虽不能靠着脚弹 胜过软弱 胜过软弱 背变 已不靠着脚弹 胜过软弱 心靠越炸越深 胜过软弱 噢月点 越炸越感情 我虽不能靠着脚弹 好扯处的黛徒 看着这门神的难过 神不是灵神 星星的渴望 夜祭的神 心爱的祝日 夜祝日间甘甜 星星的根 越摘越深 心靠越久 越觉甘甜